有人嗎?有人嗎? 有人嗎? 真的有人嗎? 好啦 我們現在還是要在後台 來看看到底有誰 接下來是誰 台灣帥氣的造型師 來來來 我們來突擊他們了 Bye 他在睡覺嗎 哪裡 我覺得 你現在看到那個蠟像館嗎 恐怖蠟像館的意思 大家歡迎 輸的 看誰先忍不住 我覺得蠟像館很好笑 蠟像館嗎? 很老耶 很老 超老的 我贏了嗎? 你們剛剛是有打賭嗎? 我們剛剛想要嚇你們 你坐啦 你坐啦 好好好 想要嚇你們 想要嚇我們 畫面壞掉了 觀眾你們不是直播嗎 為什麼都沒有人在動 胸不知憋不住了 但最沉的住氣的還是 還是 沒錯 我覺得真的睡 還是因為最近真的太累 真的太累了 累 最近很忙 對不對 對對對 但覺得來很開心 在後台看到很多好朋友 因為我們就在講 今天很像一個大型同學會的概念 對 今天看到誰最開心 今天在台上看到他們兩個最開心 因為頒獎給他們兩個 而且你真的很益氣耶 我在台上 我第一次跟師兄那麼近的距離 真的假的 我平常不敢對他造次 蛤?你們 我們跟他嗎? 他剛剛主動就是 我想說 可以嗎? 這麼疏遠嗎? 逢場作戲 逢場作戲 趕快別進 他都很厲害 逢場作戲 逢場作戲 等一下 我今天才進吧 跟他左先生 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我經過我就這樣砍 沒有師兄是我們的小三 因為我其實都配其他 哈哈哈哈 對 我砍何快 有意思是什麼 平常你們的師兄本身 他是比較 遙不可及的狀態嗎 他就是比較 他一直都是 比較淡定的那一位 對 就覺得很難接近 但是今天有沒有覺得 藉由我們頒獎的天理 讓你們更看到他不一樣的一面 還是其實沒中 還是一樣 是可以講出真相 對 謝謝 今天直播到這邊 對 沒有就是 像我平常身邊很多大學同學 就是 比如說 去 2016年的跨牛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我好好講 我先講他的好 然後再把他的那個 形容到洗手間回避一下 2016年的跨牛 我剛好跟 我也好好講 你講完我也想講 你講完 哈哈 2016年 我剛好跟師兄唱 我唱同一場 然後就是前後沒有間隔很大 然後大學同學為了我 然後擠去那種 人很多的那個地方 然後結果他們看完 我說怎麼樣怎麼樣 我唱怎麼樣 全部沒有人要講我 他說是看嗎 威里恩 威里恩 完了完了完了 威里恩太帥了 他唱歌好帥什麼的 我說 你們絕對不知道他 私底下是怎樣 到底是什麼樣子 自己接 因為我也好想知道 因為昨天 昨天我們工作也有遇到 然後昨天幾乎全部都是 衝著他去的 他其實是 對然後他唱完 他就說 怎麼那麼好聽 怎麼那麼帥 那到底是怎樣 很愛演的人 很愛演的人 是一個你們看到的 很愛演 是哪一個很愛演 很喜歡演戲 還是看了很討厭的愛演 是哪一個 我有一次看到他在 取笑 我們工作人員 開玩笑的那種 他就一直 你確定是冒犯 你誰啊 是磨犯人嗎 就是他會 比如說 比如說 假如 今天女生穿假腳脫好了 其實其實是 可愛的嘛 女生穿假腳脫 然後他可能進來說 欸好臭好臭 然後就說 哈哈哈哈 沒有我真的沒有說這件事情 就是他不亂的 那也是 那只是 類似情境 是開玩笑的 很幽默的那種 是 事情是你笑不停 你笑低 畢竟你剛剛聽到恐怖 可是我那天 可是我那天就笑不停 他不是會 他不是會說人家壞話的那種 他是會 很多梗很多梗 想要逗大家開心 可是我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不一樣 就我朋友真的都覺得 威里安是宅男 就說 就我一個人 對 其實真的就是宅男 可是最近他開始PO一些宵夜文之後 我朋友都說 欸我現在會開始follow他的那個Facebook 就是因為他PO了 對到底最近發生什麼 是不是常常吃不飽嗎 也沒有啊 就是把好的食物 好的美食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些有趣的 像前幾天我真的吃滷味 就吃到一隻蝸牛 真的喔 吃到最後最後喔 沒有我還好 是手的嗎 你是還會怕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手 帶咳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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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咳啊 是不知道是不是咳到很低 因為就覺得 其實是嘴巴裡面覺得 噢這個觸感怎麼不太一樣 我沒有點這種東西啊 可是其實是法式的 田螺你知道 田螺入菜這樣 所以我就說 被迫成為法國人 喔 那今天現場有特別準備了什麼 吃的嗎 食物嗎 對啊 吃的 麵當好好吃 麵當好好吃 都還沒有吃 開場以前其實你們兩回就在吃便當 對不對 對 吃到一半被我們吃 我們也吃掉了對不對 我們還在閒聊的事 但我其實還沒吃飽 因為剛剛我也要上台 所以就沒吃這樣 想說結束等慶功宴 太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們還有慶功宴 嘿嘿 告訴你 對嗎 沒有吧 好但是其實今天那個師兄 我知道在哪 就在那個 說實在話 我覺得今天唯一 他會 他平常就是這樣 對我平常是這樣 真的喔 而且今天比較累 所以回光返照的時候 比較勾一點 可是今天師兄 有一種熬成火的感覺 因為對於我們 翻獎年裡已經算是 對不對 真的是每一年 但是今年來又不一樣 今年是為了師妹 我覺得你超義氣的 因為真的就是最近非常忙 所以他們很優秀啊 你們真的 真的啊 真的啊 要不然我算好好來啊 要直播 沒直播用手 我知道嗎 我最喜歡HelieFam了 我真的很想要來 他坐在那邊 就覺得玉樹靈光的感覺 對啊 有沒有什麼感謝的話 跟師兄說的 就 謝謝師兄 好辣酒 多一點好不好 感謝HelieFam 真的很謝謝HelieFam 謝謝HelieFam 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牽到師兄的手 就給我們這個舞台 對 對 對 配子也要感謝一下 謝謝HelieFam 讓我在台灣拿到 我們都是吧 對台灣 唯一的 就是新人獎項 因為其實 我是2014年年底嗎 其實也一年半了 我想也不會叫第二個 已經夠久了 所以 謝謝就是真的謝謝HelieFam 然後我還就是 我還剛好幸運的 在剛好那個那個 入選邊緣 那個時間 我們那個時間的計算 統計時間 那個人好像我們 就我剛好看在那個線旁邊 因為我們是有時間的限制 你在什麼日期發片 對不對 真的很謝謝 那我要問問兩位拿下新人獎的 歌手 站上台北小居然 那氣場果然還是不 等一下你剛剛聲音得了 破音破音 氣場 破音破音 小巨蛋破音 對啦 我要講不會有第二次啦 節目經過 不要有第二次 不要 就感覺怎麼樣 還是要分享一下 對啊 跟大家分享 謝謝 我也發現 這個舞台是大家都想要 不是這個舞台是 多少人都想要佔商 哪補不開提哪補 你看我也是 犧牲自己照亮你 快點然後我們介紹一下 沒有就是其實 每一次這樣小巨蛋都很珍惜 然後就是 我當然很希望可以 趕快像師兄 為什麼臉紅成這樣子啊 因為剛剛今天小巷 他連耳朵後面都紅耶 真的嗎 還是餓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肚子 我剛剛要講什麼 帶上小巨蛋 帶上小巨蛋 對 因為其實像師兄 去年小巨蛋對不對 就是師兄一直是我的榜樣 跟目標 所以就很希望自己有一天 也可以有個專場的小巨蛋 所以很謝謝HITFAN 就是讓我先提早站上小巨蛋 然後讓自己的音樂讓多人聽到 真的 嗯 嗯 其實我 因為其實說真的 就是 後來比完賽是先開演戲 然後 我覺得也好多年 然後我其實還 我蠻久沒有上台 竟然就是緊張 甚至有點感動到講話 因為那個心情轉折 因為畢竟唱這件事 還是你很想做的 所以其實我要謝謝HITFAN 就是讓我真的有重新回到 可能剛出道的時候的感覺 甚至是新人的時候的感覺 因為 我最近在 檢視我自己 我覺得其實初衷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所以謝謝HITFAN 接下來一定會一直陪我們走下去 然後也重新帶我回到了 那個 當初就是看自己 新色的感覺 對對對 我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 刻意找找不到 所以真的很謝謝你 其實我剛剛要講 在佩茨在講話的時候 師兄的那個臉 然後看到她仰角 感覺喔那個嚴厲的感覺 帥是不是 我是很嚴厲的 也很講對 平常師兄會很要求 不會啊不會 我當然不會 他會給他們什麼建議嗎 我不太會主動提什麼建議 但他們一定會請 比較少 我有跟你提過建議嗎 沒有 他們其實不太需要 他會問我 但我會問他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師兄 對 反過來 沒有因為其實師兄接下來會很忙 在準備新的作品 對不對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對啊 現在在最快的是 六月十八 就要在香港開演唱會 對 然後接下來也有新專輯 對啊 所以就是 蠟燭很多頭燒這樣子 那你希望 當然是任何所有的演出的時候 都盡力的 把事情 把表演做到最好 對啊 但是當然表演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 小瑕疵 我自己也會 像剛剛 謝謝 我知道 不是你 不是你 我今天自己也很多 其實很多瑕疵 我覺得畢竟還多 所以 但是表演過去就過去了 那就是下次再經歷 再做好 當然還是很謝謝HiddenFan 但是每一次的準備都很重要 那個 好像又要去香港開唱了 有什麼開嗓的秘方 開嗓的秘方嗎 就是練那個嗎 上課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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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里安有教過我們 對 我去年 對 好像我也記得 那些 就是譬如說 Days 7 雖然這樣有點 但不是開玩笑 譬如說 咕咕咕就是 大家 可能會以為是什麼 咕咕雞 不是喔 我們的發音真的是 咕咕咕咕 就是 那個共鳴位置是要擺對的 類似這種東西 那飲食會比較注意 比如說表演的時候 盡量不要吃酸的 炸的 辣的 酸的東西會比較容易 像什麼檸檬啊 什麼那些 什麼什麼 你們突然想到了什麼 不能說 吃瓜牛 不能說 吃瓜牛 真的不是你的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美麗的意外 是美麗的作物 對啊 好啊 那今天非常謝謝囉 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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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剛剛走啊 我直播 才是那個啦 阿基 不是因為我是看法 像這 什麼東西 直播 噢 媽媽 沒有我才直播九秒 十秒而已 所以沒事 現在是 你的粉絲專業 我 好啦我轉過來 對不起我正好沒禮貌 我錯了真的直 對不起我剛剛也沒有跟你講 我就直播 欸我拍到了 剛剛 沒有啦 剛剛其實你們最前面講的 沒有播出去 後面才十秒才播 我在講 我問方的 秘密 我怎麼了 是不是不是我還是你 我啦 要拍你嗎 要不要不要 不要好 好拍我 你還沒上台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睡覺 想睡覺 你剛才吃了很多便當欸 因為 剛才 因為我昨天沒有睡好 大家好我是維里安 那你是 現在香港看我的演唱會 六月 十八號 十八號 有香港的朋友 有香港的朋友 大家我是 曾經文 曾經文 那個 別說沒愛過 抖音喔 抖音是師兄的跳起來 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 要唱是曾經文啊 兩個人的 曾經文的 我會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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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要唱彩環對不對 那 這樣 世傑會 世傑會寂寞欸 我們唱 世傑會不會在看節目 哪一個 哪一個是有看過 那個 那個 郭靖 世傑 他們說什麼啊 李安 恭喜 謝謝 太子怎麼還沒出來 我不是還知道嗎 欸這明明就是我的Facebook直播 為什麼都沒人要找 方方超正 耶我知道 謝謝 兩位女神好正 嗯 嗨 嗨 欸你是幾點上台 好像是八點半之類的 八點半現在是 好像還有一下下 還有一下下 你會緊張嗎 還好剛沒去開嗓 他被聽到很久 我直接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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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好了 小菁姐姐姐有什麼話 你們聊你們聊 你們聊嗎 我真的吃雄 不知道要講 天爺很像要唱櫻桃小玩笑 師兄 你在吃什麼 他吃雄 你今天表演幾分啊 咕咕咕咕 沒有有你 他吃雄 他吃雄 他今天表演幾分 而且你在吃什麼 我在吃披薩 為什麼我這麼好 他覺得披薩很好吃 你今天表現很好啊 謝謝 你今天應該有90分嘛 真的嗎 有有有有 啊啊啊 其實下台很想垂心肝 因為有一點點消消的trouble 但是大家都說我很正 所以就算了 等一下下禮拜也巡迴啊 下禮拜也巡迴 下禮拜也巡迴 準備怎麼樣啊 下禮拜也巡迴準備怎麼樣 我都在準備 有啦我準備好了啦 然後禮拜五會在桃園第一場跟大家見面 然後就是 有很多歌 因為專輯的編制其實很豐富 但是現場我只會用一把吉他 蛤 蛤 蛤什麼 只有你一個人嗎 對只有我一個人 全部只有你一個人 沒錯 唱多久 一個小時 好嗎 你要來嗎 今天能不來看嗎 一定要來看 你會不會來嗎 所以你明天會買票嗎 我一定會買 正多可能會記 賣光了 真的假的 哇 那就恭喜喔 快 就是還沒買人 然後後來去看哪個地方還有 應該都沒有了吧 啊女巫 你表演的時候開始的話 女巫店是6月11號是現場 購票啦 快去排隊 快去排隊 來來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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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很想要試一個東西 就是上台之前 小酌一點酒 你們有試過嗎 呃 我曾經想試但是我覺得 我在KTV試過 不想睡覺 第二天就爆 不想睡覺 那個那個 那個要抓好 真的喔 就是不能過量這樣 而且要喝 對女生好的酒 不然會 紅酒嗎 因為真的 是送中機酒嗎 對女生很好 因為 真的啦 會 我覺得不要嘛 嗯 好啦不要啦 改天我自己 在家試試看 可是因為酒精 我怕你那個 森袋啊 它會熟起來 啊 因為它會那個 dehydrate 就是你水 水會被增開掉 所以你會 你如果要喝一點酒 你可能要喝很多水 嗯 會立喉嚨 就像喝咖啡一樣 你可以裝醉啊 對啊 我剛剛有喝一杯啊 而且還在台上亂唱 我沒有辦法 沒有 認真唱 嗯 嗯 結尾了結尾了 結尾了嗎 師兄要下班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等一下佩慈要上台了 然後我們兩個 等一下會去慶功宴 耶 師兄沒事喔 師兄要下班了 沒有辦法再吃嗎 對啦師兄 最近他因為 要準備那個 一個香港的演唱會 哎呀 加油加油 而且那個 影片啊 你有看嗎 微博跟那個 你的臉書 那場非常 那好可愛喔 你有看嗎 你沒看 我現在來演一下 我現在來演一下 演一下 演一下 我看到那個視頻 但是我就滑過去 那個好可愛喔 你看旁邊啊 現在那個 我可以演第二部 這是隨性 對 Darren Jeffrey 那我要拍他們 看了 我看了 我看了 隨便拿一個 從此館 來囉 對嗎 好這個 好的 好 海同學 我再找一本書 什麼書 我的臉書 你看 嗨!我的粉絲雖然在這邊 你只要收入微禮案 你可以...喔!好多好多訊息喔 芳芳,快點,快點 芳芳,你... 你看,很多很多的宵夜 還有嗎?花兔的朋友 花兔是...微博的 對不對 別的...還有另外兩個短片 你就直接上網看就好了 我懶得演我下班 對啊,下班了 大家趕快 收看那個直播的 電視有直播對不對 花式直播 十點花式 十點花式 好,掰掰